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黑伟成教授所著的《肾脏决定寿命》这本书。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掌握老化与寿命关键的竟然是肾脏和灵。 第二,为了保持年轻,延缓衰老,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是第一部分,掌握老化与寿命关键的竟然是肾脏和灵。 当提到肾脏和灵时,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许多人认为肾脏只是一个负责制造尿液的器官。 而灵则是中学化学课本里提到的元素符号为P的矿物质。 这些认知看似正确,但却远远不够深入。 实际上,这两个低调的存在,肾脏和灵, 却对我们的老化速度和寿命长短起着关键的作用。 肾脏不仅仅是尿液的生产者, 它还肩负着维持体内环境稳定的重要任务。 这一功能让我们能够维持健康,过上正常的生活。 为了维持生命,体内的盐分、钾、钙、磷等成分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不论哪种成分,过多或过少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然而,我们的饮食习惯每天都在变化。 例如,有时可能吃了过多咸味的薯片,导致体内摄入了大量的钾。 但即便如此,身体的内部环境仍能保持平衡。 这背后的功臣正是肾脏。 当摄入过多的钾时,肾脏会通过尿液将多余的钾排出体外,避免其在体内堆积。 同时,如果某些成分不足,肾脏还能调节这些物质的回收,确保平衡得以维持。 肾脏这种调节功能与我们的健康、老化速度以及寿命密切相关。 肾脏维持体内平衡的能力会直接影响老化的快慢和寿命的长短。 一些人老化缓慢,寿命长。 而另一些人则老化迅速,寿命短。 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与肾脏的排泄能力相关。 如果肾脏无法及时排出体内多余的有害物质, 这些物质会堆积,导致器官功能下降、代谢减慢,从而加速人体的老化。 其中,磷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一种物质。 磷是构成人体的重要成本。 约80%的磷以磷酸钙的形式与钙结合,构成了骨骼。 此外,磷还参与了DNA和细胞膜的构建。 对维持生命功能至关重要。 然而磷虽重要,却不能摄入过多。 磷广泛存在于肉类、鱼类、乳制品等食物中。 正常饮食下很少会出现缺乏问题。 但过量摄入磷会对肾脏、血管和细胞造成损害,加速人体的老化。 还可能引发慢性肾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缩短寿命的疾病。 特别是加工食品、快餐和零食中还有大量的添加磷。 容易导致无意间的过量摄入。 当离摄入过量,而肾脏功能下降时,鱼无法顺利排出,便会在体内堆积,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保持肾脏的排泄能力,防止病的积累,是延缓老化和延长寿命的关键。 游行病学研究显示,血磷浓度高的人死亡率比血磷浓度低的人高出70%,这一显著差距说明,肾脏在排泄磷方面的功能对健康和寿命有着重要作用。 此外,动物实验表明,血液中磷含量低的动物寿命更长,而容易积累磷的动物则寿命较短。 为了避免过量磷的摄入,我们需要减少加工食品、快餐和零食的食用,同时保护肾脏的功能,确保其能高效运作。 只有肾脏正常排出体内多余的物质,才能维持健康平衡。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为了保持年轻、延缓衰老,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我将分享书中提到的保持年轻、延缓衰老的三方法。 首先是第一个方法,通过减少有机磷摄入,达到最强抗衰老效果。 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健康,得益于肾脏在保持身体内部、环境平衡方面的努力。 肾脏与其他器官协调合作,使身体功能正常运作。 可以说,肾脏是全身器官的总指挥,确保各部位协调运行。 然而,尽管肾脏如此重要,慢性肾脏病却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 在日本,每八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慢性肾脏病,总人数超过1300万。 这已成为一种国民病。 即使暂时没有相关问题的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慢性肾脏病指的是肾功能长期受损或逐步下降的状态。 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发展为中末期肾衰竭。 患者只能依靠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 因此,已被诊断为慢性肾脏病的人需要严格限制磷的摄入。 而普通人也应密切关注磷的摄取量,以预防相关疾病。 磷是一种加速老化的物质。 日常饮食中若摄入过多的磷,不仅会对健康造成负担, 还可能让人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 作者指出,目前大多数人日常饮食中的磷摄入量超过了需求的两倍甚至三倍。 而快餐、加工食品、方便面、超市熟食等高添加剂食品的食用者, 其磷摄入量可能达到需求的五倍以上。 磷是一种无味无嗅的成分,因此不像糖分或盐那样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 这种隐形敌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过量摄取。 磷分为两种,有机磷和无机磷。 有机磷的来源有肉类、海鲜、乳制品、蔬菜等天然食品。 吸收率在20%至60%,尽管其吸收率较低,但仍需适量控制摄入,特别是以下几类食物。 一,肉类,虽然是优质蛋白来源,但铃含量较高,应适量摄入。 二,牛奶及乳制品,尤其是加工奶酪,建议优先选择天然奶酪。 三,荞麦面与拉面,减少频繁食用的频率。 四,带骨小鱼与鱼卵,因铃的含量较高,适量食用即可。 五,坚果,应适度摄入,不宜过量。 无基磷的来源是食品添加剂。 其广泛用于加工食品中,吸收率高达90%以上,几乎完全被人体吸收。 因其吸收率极高,应避免过多摄入还有无基磷的食品, 如加工肉类、即食食品、快餐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磷的摄入呢? 重点在于避免高含量无基磷的食品。 同时,适量控制天然食品中的有基磷摄入。 选择天然、无添加的食材,并减少加工食品的食用频率。 是保护肾脏健康、减缓衰老的重要方法。 接下来是第二个方法。 通过减少无基磷摄入,保护肾脏与健康。 无基磷,也就是食品添加剂中的磷,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 这是因为无基磷的吸收率高达90%以上。 与普通食物中的有基磷相比,对人体的影响更为显著。 还有无基磷的食品添加剂一旦摄入过量,不仅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还可能加速衰老的过程。 因此,控制无基磷的摄入对健康至关重要。 减少无基磷的最有效方法是,尽量避免购买含有大量食品添加剂的产品。 虽然逐一检查食物中是否含有磷的成分非常困难, 但可以通过避开可能含有大量添加剂的食品, 来有效降低无基磷的摄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完全杜绝所有含添加剂的食品。 许多日常食品中都会使用食品添加剂, 完全避开可能不太现实, 但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容易实现的地方着手, 逐步减少无基磷的摄入。 例如,尽量少买垃圾食品, 减少快餐店就餐的频率, 降低加工肉类的购买频率, 如火腿、香肠等限制在每周一次。 减少超市熟识的购买次数, 可以每周选购一次即可。 即使只是采取这些基础的措施, 也可以大幅减少无基磷的摄入量。 坚持下去, 健康状况就会逐渐改善。 为了帮助您在生活中更好地避开无基磷。 以下是一些食用的选择标准。 一,减少加工肉类的摄入, 如火腿、香肠、培根等。 二,减少水产加工食品的食用。 例如鱼肉香肠、鱼板及其他加工鱼类制品。 三,避免方便面和快餐食品。 四,优先选择原料明确的食品。 五,选择手工制作的食品。 六,尽量避免高度加工的产品。 七,避免保质期过长的食品。 保质期越短。 添加剂通常就越少。 八,不购买使用明显着色剂的食品。 九,对价格过低的食品保持谨慎。 极低的价格可能意味着添加剂含量较高。 石流液包装上标注调味剂、乳化剂等的食品。 这些通常是无机灵的潜在来源。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些挑选标准有些繁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会逐渐熟悉这些选择方法。 甚至能够快速判断哪些食品更健康、更适合自己。 长期坚持下来。 减少无机灵的摄入将显著保护您的肾脏健康。 降低身体的衰老速度。 为您的生活品质带来长久的益处。 接下来是第三个方法。 通过运动降临风存于骨骼中。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在宇宙的无重力环境中,身体的衰老速度会显著加快。 肌肉的减少速度约为正常的两倍。 而骨量的减少速度竟然是地球上的十倍。 这是因为在无重力环境中,身体无需支撑体重。 肌肉和骨骼因此失去了承担重量的任务。 从而快速退化。 换句话说,未被使用的功能会逐渐退化。 我们的骨骼通过承受体重和运动的压力来维持强度。 运动时产生的机械刺激,能够促进骨骼储存铃合钙, 使骨骼更加坚固。 这就像肌肉一样,需要通过使用和压力来维持其力量和功能。 相反,如果缺乏体重和运动带来的压力, 例如像宇航员在宇宙中经历的情况一样, 骨骼中的磷和钙就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骨骼变弱。 这种弱化不仅会损害骨骼的健康, 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加速慢性肾病的发展。 因此,为了控制体内多余的磷, 延缓衰老,我们需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一是饮食控制, 二是坚持运动, 运动不仅能增强肌肉, 还能刺激骨骼吸收磷合钙, 避免这些成分从骨骼中释放到血液中。 与之相对, 如果在地球上缺乏足够的运动, 骨骼退化和磷、钙的流失同样会逐渐加剧, 在现代生活中, 长时间久坐的问题尤其严重。 许多人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电脑前或手机上完成工作、交流和购物, 几乎不需要起身活动。 这种生活方式对骨骼健康和肾脏功能极为不利。 研究显示, 久坐的时间越长, 寿命缩短的风险就越高。 我们的骨骼正是为了支持运动而存在的。 如果失去运动刺激, 骨骼强度会逐渐降低, 磷合钙也会流失, 从而使骨骼更加脆弱。 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 他们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过程中, 发展出了含磷酸钙的坚硬骨骼, 这使他们能够在地面上活动。 这些骨骼不仅帮助他们支撑身体, 也在骨骼内部储存了磷合钙。 然而,如果不再需要运动, 骨骼的强度和硬度就不再重要。 储存在骨骼中的磷合钙也会逐渐释放到血液中, 导致骨骼退化和健康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运动给身体持续的刺激, 让骨骼保持强度, 并防止磷的流失。 现代人不仅缺乏运动, 还暴露在大量的食品添加剂中, 导致磷的摄入量普遍过高。 这种过量的磷会进一步加剧骨骼和肾脏的负担。 因此,我们必须从运动和饮食两方面入手。 定期进行有助于骨骼健康的负重运动, 如散步、跑步或举重。 每天尽量避免长时间久坐, 每隔一小时起来活动几分钟。 控制含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摄入量, 尤其是加工食品和快餐。 选择天然、简单配料的食品, 减少无脊磷的摄入。 通过运动和合理的饮食, 我们可以有效减少骨骼中磷的释放, 降低肾脏的负担, 进而延缓衰老的过程。 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 想要长寿并拥有年轻的身体, 必须回顾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否每天都在规律地运动, 是否减少了不必要的磷摄入。 从现在开始, 为身体提供适当的运动刺激, 并控制饮食中的离含量, 您的健康将因此受益无穷。 请订阅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